雪困玉山登山客 疑罪癌 遛獲救 空軍海鷗直升機昨天在被大雪覆蓋的玉山海拔3700公尺處 找到被困了6名登山客時 他們興奮的揮手 擁抱 但54歲的翔島陳門瓊 罪癌後下落不明 4天前 他帶領登山隊攀爬玉山 前天 風雪太大 決定撤回排雲山莊 路徑被雪覆蓋 他用腳清除積雪 不小心滑倒 掉落山谷 隊員攀繩索下去 找不到他的蹤跡 空軍接貨搜救中心通報後 派出直升機昨天救起6人 還在山區盤旋搜索 從這裡搜下去的人 在這裡 積雪覆蓋影響 並沒有發現墜落的登山客 航一來針對人員做一個真理檢查 人員都是一個正常情況 因為昨天下午山區天氣轉壞 影響搜救 今天將會繼續行動 洞新聞嘉義報導 並且先去死爬 提案 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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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